6月11日,澳门中华青年商会邀集粤港澳台近百位青年企业家访问高雄并举办经贸合作会议。 在高雄市市长韩国瑜见证下,澳门、香港及台湾青创团体签署一份合作备忘录, 将分别在高雄、澳门、香港合作投资设立港澳台青年产业共创基地, 推动3D资源、资金、人才与粤港澳大湾区青创基地对接。 代表团总团长中华青年商会会长谭凯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当天会议以粤港澳台青年企业家11加T为题。 来自广东深圳的代表团成员阮志明经营着一家民宿管理公司, 他表示,各地市场不同,青年朋友们的创业思维也很不一样。 在台湾这边,他们更会做品牌,而去打市场, 我感觉是还是我们内地的创业者,他更会去做市场。 我更想把一些台湾好的民宿品牌就带到大陆去, 我们需要把懂得文化的人也带到内地, 所以其实这就有一个人才的交流。 面对活跃的青年企业家团体,韩国瑜当听表示, 我们最担心就是高雄年轻人的问题, 因为外漂太严重,北漂太严重。 大概我们统计了一下,大学毕业, 学校毕业后留在高雄跟离开高雄, 大概74%的年轻人没有离开。 高雄有很多很多黄金的地段, 很多美好的一面都还没有完全呈现出来。 我们今年10月1号会成立青年局, 我们现在募款的大概一般三星人是捐款, 捐了我们大概2000多万台币, 帮助我们下一代青年商业。 中华青年商会代表团此行还将前往台北, 在东吴大学召开粤港澳台青年企业家高峰论坛, 并拜访台湾商业总会等机构。 据了解, 与会近百位青年企业家设计四地方地产, 金融、贸易、文创、科技、教育及法律等行业。